现年62岁的TVB资深艺人陈荣俊 7月10日在香港九龙湾设宴 迎娶现年58岁的同公司艺人吴湘伦 两人发展还婚恋 获得不少亲朋好友祝福 前TVB艺人陶大宇 当天也应邀出席老朋友的婚宴 他表示和陈荣俊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在刚刚出道时已经和对方出生入死 到蒙古拍摄陈吉慈汉 相信陶大宇看到陈荣俊找到真爱 都替他感到十分高兴吧 高兴啊 也不能说是一个惊喜 我证明一个东西就是爱情 幸福 不论是24也好 34、44 不同的阶段 只要你有幸福 你有爱情 他会这个缘分就会出来 我觉得真的很替他高兴 我很高兴啊 比我自己更高兴啊 对啊 另外TVB刑事征集档案系列 相隔23年 今年在深夜时段重播 获得观众不断好评 而日前 聚集的监制潘加德 则在社交平台广发英雄帖 希望曾经揉演出过的艺人 都可以参加行政的饭局 最后大批艺人包括陶黛宇 郭可英 郭矮铭 奢士曼 马德忠 上海蓝等都有出席 那个会议我自己都觉得 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你知道吗 现在 比如说 我那些街震的人出来吃饭 就是世界 世界饭局 我也想象不到 二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 那个戏现在重播出来 搞一个饭局 出来这么多人 真的很难得 比如说 不是这个监制 他搞这个饭局 比如说我自己搞 我相信没有他 没有那么多人 有时间出来 一起出一个饭局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我觉得这个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好的回忆也好 一个什么也好 很感动 我觉得很感动 对 母方全美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